这里的兰花长疯了 这个球径比一个巨大的苹果还要大 看一下它的尺寸 圆圆的 这就是著名的Rex 你看它的花有多大 我的手指到它这个花半的一半大 它的一朵花 从这儿到这儿 一尺长啊 我的花永远都开不了这么大 大量的安古兰 天呐 后面有Licaste 我之前不知道这个Licaste和安古兰呢 需要比较冷的环境 你看它们长得多好啊 放眼望去 这一大片呢 都是三尖兰 你看这个植株这么小 但是花很大哦 花非常大 这是比较适合 这是比较适合相对阴冷环境的兰花 我以前觉得三尖兰的花呢 我以前觉得三尖兰的花呢太小了 不愿意买 但是现在看起来非常大 而且颜色特别好看 而且颜色特别好看 有很多Dracula 猴面蓝 非常多 花很大 你看这有多大呀 你看有多大呀 你看有多大呀 这个Dracula 猴面蓝的花 它的植物其实很小 我可以给这个温度 但是给不了这个湿度 天哪 这个花特别大 看起来呢 我要重新认识这个三尖兰和猴面蓝了 我原来种过 但是呢 因为它的花比较小 我不是很 我喜欢花大一点的 但是看了这边的 那我觉着要重新认识一下了 花很大 有的真的是超级大 不是一般大 因为你看它的植株很小吧 可是花呢 这么大 而且颜色太鲜艳了 你看那有一株 橙色的这个背着我的 花特别大 我等一会转过去看一下 而且我发现 三尖兰的花色呢 都特别特别的鲜艳 不过呢 不过呢 它们需要湿 需要冷 我觉得很难 对我来说是很难的 你看 红面蓝也有这么大 和这个姑娘的手一样大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还没有打开 漂亮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什么颜色都有啊 这是本地最常见的一种兰花 因为气候太适合了 这株猴面蓝呢 没有开花 很遗憾 她说这株呢 非常非常特别 这一朵猴面蓝超级大 就是说没有开的时候呢 也有花包就有一尺长 给你看一下它垂头的样子 你看这是我的手 往下看 一尺多长 植物的尺寸并不淡 Oh my gosh It's closed 这是唯一的兰花呢 它可以 和上 OK Let's do another one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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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它自己就和上了 好可爱 Bends back and let it fly 这一类兰花呢 叫做 Chloroglossum 它呢就有这个特性 它呢可以让那个pollinator 就是虫子 在里面这样的话呢 可以充分的 怎么看不清楚呢 它让那个花粉呢都粘在身上 如果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充分 那个 Oops Close really fast 你看这个红面兰开多少花 看一下它的花是什么样子 开满了花 那边呢也有大量的兰花 但是呢 地上呢太迷了 走不过去 我看到树上有一只很大的鸟 蓝鸟 我怎么照不到呢 在这儿 很大 蓝色的 这个地方呢可以赏蓝可以观鸟 看这个猴面蓝的颜色多深啊 看看这些三尖蓝 多漂亮啊 天呐 这个 我回头要从厄瓜多尔定一些 试试看 三尖蓝的花色太多了 你看这个的话它中间的形状呢就像是一只蜜蜂 它的pollinator呢也是蜜蜂 真的很好看 这边 大量的捧心蓝 完全是绿色的 这个花超级大 看一下有多大 安古蓝 像是蜜蜂 我可以从远方的香味尴尬 从远方的香味尴尬 什么颜色都有 太多了 这一大片 都是Oddental Glossum 很多呢都可以从 Aquageneral买到 花色真的太漂亮了 非常遗憾呢我不能一一把名字记录下来 当然即便我记录下来也不可能一一把它们买到手 这里边的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你看这个 看这个颜色 我爱这颜色 看这个颜色 这颜色的颜色 看这颜色的颜色 看这颜色 看这颜色的颜色 这颜色 这颜色 这颜色的颜色 这是一个整个一个花枝 一直垂下来 这个只是一个侧枝 这个侧枝 这个侧枝的长度就超过一米 这儿的花 这儿的花都长得特别大 因为气候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很多很多奇形怪状的兰花 从来没有见过 看这花多小啊 不过很可爱 你看这个 Epidendrum的 spike 它的花呢 就很小 花不小 绿色的 这样子 看这颜色的颜色 Oh my goodness Plericellus 看多大 这个叶子超级大 看一下 那个也是Plericellus 你看它的花呢 它是 叶上花 但是这个花感很长 从上面垂下来了 全部都是奇奇怪怪的 没有见过的兰花 这个很好看 这个很好看 这个名字拿下来后呢 我回头找一找 这个花超级大 超级美 超级大 看看花有多大 颜色很深 颜色很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